而回到台湾 选战最后的黄金州 高雄市举办了电视证件发表会 现在市长陈菊跟国民党候选人杨秋新是隔空交货 就连读稿机也成为话题 杨秋新呢 批陈菊发表证件 看读稿机就代表呢 对政策不熟 陈菊则强调呢 读稿机其实每位候选人都有 如果昨天金马奖有政治组的话 要颁给他引后 讽刺陈菊是金马奖引后 只会演戏 不会做事 高雄选战 秋菊再战 打到最后连读稿机都能引发战火 批评发表会是量身打造 更指出陈菊看稿分明是对政策不熟 杨秋新炮火猛烈 想与陈菊擦出火花 但陈菊丝毫不为所动 我对我的职务 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基本善尽责任的能力 这个我都很有信心 读稿机是选委会提供 强调读稿机是每位候选人都有 选委会也跳出来解释 而面对杨秋新攻击所提出来的政绩 都是来自中阳预算 陈菊也有话要说 谁做的啊谁 我想这个都很清楚 其实在书山道士 公家的 我是不觉得意义不大 八年前我第一次参选 大概很多的方法 大概那个时候也都使用过 其他什么保 我们没保就是保 我们都是没有保什么 所以不需要生命保守 第二次公办证件会 两位候选人依然是网不见网 杨秋新火力全开 努力想制造交锋 在最后一周急起直追 人事碰了钉子 划麻不理 有点TV 陈旋王嘉宏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